大家好 今天我講的故事是 想念的滋味 作者是郭梅君 而圖畫是潘逆章 哥哥你看 天上的月亮 像不像一塊 被咬了一口的餅乾 哥哥對著我 眨眼 卡卡在這裡笑 我的袋子裡 還有一個餅乾 放假了 爸爸和媽媽 帶我們到外公的家裡玩 我們很開心地 在原子裡 看著月亮和星星 一起聊聊天 吃東西 隔了一天 我去了表哥家裡玩 沒多久 就很生氣地回到外婆家裡 外婆問我 我說 因為表哥答應了我 去動物園畫畫 他忽然改去打球 但我背著畫具 怎麼打到球 外婆摸一摸我的頭 帶了我去餐桌旁 來啦 外婆今天我 特別做了一盆餅乾 你要不要試一下 拿一塊來吃啊 外婆的餅乾 飄散著濃濃的牛油香味 我吃著一塊餅乾 我覺得開心很多了 這個假期 外公帶了我們去踩單車 釣青蛙 還有 烤蕃薯 讓我學了很多東西啊 有一天 媽媽收到舅父的電話 她說了一個很傷心的消息 外公不會再回來了 我想 外公應該是躲在黑黑的天空裡面 月亮姐姐 如果你看到外公的時候 要請她喝她最喜歡的烏龍茶 我抬頭 看著天上的星星 請媽媽幫我去找 哪一對是外公的眼睛 我要讓她看我畫的畫 我是在畫外公的家 外面 真的很黑 很安靜 我想送給外公一些亮光 還有我們的笑聲 哈哈 嘻嘻嘻 亮光把我們的笑聲 都不能夠打包 也不能夠送去 給天上 給外公 外公 你等一等 我們會拍一條影片 到時就寄過去給你了 當你收到的時候 記得要打電話 告訴我們 晚上的時候 刮滾颱風 又下雨 還有雷聲和閃電 嘟嘟嘟嘟嘟嘟 外公 你是不是收到 是不是 行家到了 我和爸爸媽媽 一起回去外婆家 外婆正在看著 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我和外婆說 我決定要去學駕駛飛機 這樣 我就可以飛上去天空 給外公送一些 可以配烏龍茶的餅乾 外婆笑著摸著我的頭 外婆說 你真是好聰明 我替外公 幫你和她說聲多謝 我就說了 外婆你看下 天上有塊餅乾 還好像咬了一口 還好咬 外婆說 嗯 剛剛好可以給外公 陪茶來吃 是不是呀 故事講到這裡 小朋友啊 不知道你們家裡 有沒有曾經經歷過失去的時間呢 這本書給你的感覺又是怎樣呢 你怎樣表達 對這個親人的思念呢 你都可以和你家人聊聊的啊 今天的故事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故事啦 拜拜